夏天总穿T恤太无聊 我不想再穿T恤啦 别急别急 今天老刘给大家推荐十几件 非常有设计感的夏日小上衣 是不是反手就要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再看呢 首先第一件呢 就先跟大家说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吧 这一件呢也是我所有里面最最最喜欢的一件 这一件真的无敌巨显瘦 就是我本身肩是比较宽的那种 我肩宽有40厘米 看它的这个肩线呢设计在这个地方 而我实际的肩在这 所以它就完美的盖住了我这个肩宽的这个缺点 它的这个领口呢 也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可以修饰到脸型的这种 这一件的面料呢是那种有一点褶皱感觉的 上面的这个小玫瑰 就整个感觉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法式 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无敌喜欢这一件 第二件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黑白格子的这一件 这一件穿上也是无敌巨显瘦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 这一件呢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大方岭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是松紧袋的 它虽然是一个长袖的 但是完全不热 就是这一件面料真的是非常轻薄的那种 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穿它也完全OK 而且长袖的还比较防晒嘛 它这个袖长如果要是直接这样穿的话 在我胳膊上大概就是八九分的样子 然后也可以把它撸上去穿 而且这件衣服真的上身完全不会觉得勒的话 就是各种设计都让你觉得恰到好处的一件 这件衣服的细节做的也很到位 做工走线那些都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件我也特别推荐 那第三件再给大家说一个这种格子的 这个格子呢是这种蓝绿色的格子 面料呢也是有一点这种褶皱处理的感觉 就是应该是比较不怕皱的一件 这件颜色真的特别的清新 我觉得下面随便穿一件那种浅色的 或者白色的短裤都会很好看的一件 就是还挺好搭配的 而且这一件也是那种非常不挑身材的一件 就是特别的宽松 就跟我推荐其他的那些可能就会稍微紧深一点嘛 但是这件就非常宽松 非常的舒服 就舒适度真的满分 它这个领孔呢也特别可爱 就是一个这种小方领的设计 它袖子也是会有一点泡泡袖的这种感觉 但是整体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很法式的那种 而是比较日系比较文艺的那种风格 这一件就推荐给那种上半身比较肉肉的 然后喜欢宽松一点的上衣的女生 就买这一件 在下面一件呢推荐一个这样子紫色的小上衣 这个就是比较短了 就下面需要穿一些高腰的裤子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衣字尖的 对 它袖子上也会有这么一截 我觉得是还蛮度假风的一件小上衣 但是平时穿的话我觉得周末出去玩啊跟规逼出去喝下午茶啊 或者晚上出去蹦逼 我觉得穿这件都可以 这件呢摸起来是那种棉马感觉的料子 然后整个这个衣服都是靠这个松紧绳来固定的 它其实也是可以把袖子拉上去穿的 就如果你觉得漏太多的话 在我身上反正拉上去穿的话 它是会有一点紧有一点束缚感 就是不如穿成衣子间更自在一点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绑结 短短小小一个 但是也挺有细节的 它面料上也是有一些纹路在的 总之这件上衣呢 我觉得是那种喜欢的人就会比较喜欢 不喜欢的就有完全无感的那种 说完那件深紫色呢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件浅紫色的 哇这件也太夏天了吧 就是那种非常可爱 非常清新的奶油紫色的一个小上衣 而且这件上衣我觉得也是非常踩在了今年的流行趋势上面 首先它也是一个这种泡泡袖的设计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袖口 还有一个这种小的绑结 它前面的领口整个也是这种松紧的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 就是在你的胃和肚子这一块 它是完全紧身的这种 这件设计呢 我觉得对小胸女生会比较友好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碰碰的地方 还挺显胸大的 就是让人摸不清你的胸围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有一说一 它也有几个小缺点 首先就是它这个袖子 就对我这种肩宽的妹子不是特别友好 因为它实在是对太碰了 就过于碰了 所以就会有一点显肩宽 其次呢就是这个拉链 我的天哪 这个拉链也太不怎么样了吧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拉链有这么长 但实际上你去拉的时候 它只能拉到这儿就拉不动了 所以就每次穿的时候还挺紧的 这件就比较推荐给股价比较小 然后肩膀偏窄的女生 那下面呢再说一件跟那个紫色 非常类似的一件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选了一件黄色的 它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 有白色和黄色 我当时很想选白色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买的白色的 好像有一点多了 所以选了一个黄色 但这个黄色的也挺好看的 就在相机里可能会有一点色差 它实物要比相机看着更黄一点 而且会稍微有一点点暗 不是那种特别亮的黄色 所以我觉得穿上去还是挺衬肤色的 这件给人感觉呢就更小女生一点 但是要说的一点 就是这一件比较适合平衷的美子穿 因为它的胸围是挺紧的 这个袖子就比刚才那件袖子设计的要好一点 就是它是可以拉成衣字件来穿的 那下面呢还有一圈这样的小花蜜 在下面两件呢是类似于那种T恤改良款的小上衣 首先是这一件白色的 它就是这个T恤的料子 只不过呢它在袖子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的设计 就变成了一个这种碰碰的袖子 也是挺可爱的 而且是非常简约的一个小上衣 下面穿一个那种可可爱爱的格子半裙 或者牛仔半裙之类的 穿它都很清新很清爽的感觉在夏天 而且纯棉的嘛 就是料子穿上也比较舒服 就是也比较好打理的一件 而且这一件价格也挺便宜的 所以这一件我也挺推荐的 它是一个正好卡尖的设计 然后领口也没有特别的小 就是整个穿上也是比较宽松的那种 比较遮皱的 下面一件这种T恤改良款呢 是一个这种粉色的 它就是在这个T恤的基础上 前面加了很多这种褶皱的设计 我觉得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一个小T恤的这么一个款式 我还不够瘦我觉得 就是穿上去的话 在肩膀的那个地方会有一点勒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会有一点局促的感觉 一次就是它的领口是挺小的 我觉得只适合那种脖子比较长的女生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一件的面料真的非常舒服 我觉得甚至要比上一件的面料更舒服 它袖子上也是这种小褶皱的设计 我也不知道我说到第几件了 那么在下面一件呢 也是一个白色的小上衣 这一件白色的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 也非常推荐 而且它虽然是白色 但是它里面有里衬 就是有两层 所以穿上也不会透 就是里面就可以正常穿内衣 这一件我觉得穿上也是蛮显瘦的 而且它并不是那种特别紧身的款式 就是可以看它整个都是这种 没有松紧的设计的 就是很自然的随着你的身形下来的 侧面呢也是有一个拉链 但是这个拉链就比刚才那个好用太多了 这个拉链我觉得真的是 所有的里面最好用的一个拉链了 就是细节处理的也很棒 就是在肚脐上面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缺口 就是整个看起来比例会更加好一点 它这个袖子上 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扣子 这个面料呢 上面也是会有这种暗暗的 这种小花朵的纹路在的 就是真的是无比精致的一件小上衣 这件真的也是很推荐的一件 这下面这件白色呢 就非常推荐给上班族 因为它整个穿上真的是非常优雅 非常法式的那种 这件的面料应该也是纯棉的 它也是非常轻薄的 就是穿上身舒适度也很高 而且它在腰线的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小的这种褶皱的 收腰的这么一个处理 它的肩膀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这种小的褶皱的处理 前面呢是一排扣子 然后也是一个威领的设计 就是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女人 非常的优雅 这件呢就比较推荐给上班族来的 再下一件白色的呢 是一个这样子白色的衬衣样式的小上衣 这件呢也是比较挑人的一件 我感觉 首先呢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纸白色 对所以对黄皮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 穿上可能会比较显黑 还有就是它也不太适合肩宽的美子 比较像我 我觉得我穿上是会有一点显状的 但是它也有很多优点 就比如说这件衣服的面料就特别好 就是那种棉麻的那种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你一拿到你会觉得 穿上一定很凉快的那种 穿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小小的波浪边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小的设计细节在的 整个款式也是比较简洁的这种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领口 也是稍微有一点偏小的 就不像这个V0就是比较深 然后它虽然特别宽松 但是它的腰部的这个地方 还是会有一个这种小的褶皱的处理 这件尺码 我觉得也可能是我选的尺码 有一点偏大了吧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它也是会有一点挑人的 如果穿这一件的话 就必须要化一个妆才能出门的那一件 那么最后一件呢 也是前面几期有出现过的一件 这样黑色的小上衣 这件为什么放在最后一个说呢 因为这件拉链前两天坏掉了 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上身穿它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拉链就是所有的里面 最难用的一个拉链 前面那个好歹还能拉开一个口 这个压根就固定在这动都动不了 以至于有一次它穿脱的时候 就会比较紧嘛 就不小心给崩开了 所以这个拉链真的是太垃圾了 我准备等一下拿到那个裁缝店换一个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运气不好 正好遇到了一个这么难用的拉链 但是除了这个拉链的问题呢 这件衣服的款式还有做工 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比较酷 比较街头的一件感觉 它前面呢也是这种 很大的这种绑带的设计 然后都是这种穿动的 其他方面做工款式都没有问题 就只是这个拉链 就太不给力了 OK 本期视频到时候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种草了 哪件呢快快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那这期视频到时候结束了 下一期给大家分享 夏天穿的各种夏装们 什么长裤短裤半身裙这种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给老刘爱的一键三连好吗 比心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